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日6日访问北京 成为即2018年10月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京之后 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 据报道布林肯将于2月5日6日赴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可能谈及恶物战争中国持续扩大的核武库 停滞的双边企图合作和被关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布林肯这一趟众所瞩目的中国行事 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 在印尼会谈的后续行动 在双边关系恶化之际 拜登当时承诺与北京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 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说 中方欢迎布林肯访问中国 中美双方拯救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全美枪支暴力案件在新的一年有越演越烈之势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以及本周这几天多地发生枪击案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有至少21人遭到枪击 其中4人死亡 维基尼亚州诺福克市有12人中枪 亚历桑那州凤凰城也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案 导致4人受伤 伤者中包含一名孕妇和2名青少年 本周一加州图莱尔县一户住宅 发生枪击事件导致6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6个月大的婴儿和她17岁的母亲 当地警方表示那次枪击事件可能与当地的帮派 以及毒品犯罪有关 而案发的住宅一周前刚被下达毒品搜查令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至少两名嫌疑人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同一天佛州桑福德市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 中国这一轮新冠疫情高峰还会持续2到3个月 北京重镇高峰尚未过去他并表示现在最应该关注农村 防控策略如何落实是个大问题 曾光说中国多地经历了感染高峰 河南北京江苏等地最近都宣布度过了高峰 这次流行是波浪式的一波接一波 先是北京然后是广州成都重庆等 北京流行最高峰已经过去 但重镇高峰还没有 有的地方流行高峰才刚刚开始农村则还没开始 据曾光预判全国发病高峰还会持续2到3个月 重镇高峰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最近研究显示如果吃了一条在美国河流或湖泊捕捉的淡水鱼类 相当于喝了带有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有毒饮用水长达一个月 肉眼看不见的永久性化学物质PFAS首先在1940年代被发明 特性是防水和耐高温 现在被用于不沾锅 纺织品灭火剂和食物包装等 然而这种全佛或多佛晚级物质的耐久性 也代表着它带来的污染会随着时间 在空气土壤 湖泊 河流 食物饮用水甚至人体内累积 研究学者团队分析了自2013到2015年间 在全美各地河流湖泊捕捉的500多个鱼类样本 根据国际期刊环境研究的最新研究 只要吃下一条淡水鱼 就相当于喝下了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为48PPT的 有毒饮用水长达一个月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